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ValorLegends AutoNity的序號禮包碼 那我們首先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呢,在這一個畫面的最右邊這裡 就可以看到有這個禮物兌換碼 我們點進去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兌換碼 那我們輸入我們第一個 4K 然後GS 然後GV3J 4KGS GV3J 這個大小顯應該是要打對的 我們按確認 獲得這個800個鑽石 然後呢,接著第二個是這個4KY 然後是NQ大寫的QE 然後大寫的H 4KYNQQEH 確定 獲得這個5星的死屍英雄碎片 可以召喚這個湯姆 然後呢,接著呢,下一個第三個是這個4K 大寫的利 DNV 大寫的BW 4K利 DNV BW 確認 可以得到這個生命股息 還有這個能量精華跟金幣的一個小時的兌換券 然後呢,接著呢,是這個4K 然後TY J1 X 小寫的X 然後大寫的A 4KTY J1 X 大寫的A 可以獲得這個一套的紫色裝備 還有一個300的進階寶珠 然後呢,最後一個呢,是這個VL777 VL77 這VL大寫 確定 然後這個可以得到兩星的這個藍裝 還有500個寶石 還有一個這個高級契約書 我們現在來改一下我們這個名字吧 我們就改成叫做騰騰 好,修改成功 然後呢,這個頭像也可以改一個 改成這個 OK 好,那我們現在剛剛抓了那個很多的裝備 我們就先把這些英雄升級一下 然後呢,這個英雄裝備也裝備起來 先脫裝,再裝備 欸?我剛剛是 好,這個也幫他升級到10級 好,英雄也裝備起來 怎樣?他們還不能裝備是嗎? 沒關係 這個也先幫他升到10級 你看這個 他們這個應該是有對應那個職業的 我們先回到主城 然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看那個 完了我們就只能夠先升級這些 OK 都升級到10級 然後裝備也都裝備好了 接著挑戰 OK 這是什麼? 然後到達2 等級到達2 等級到達2 等級到達2才能夠開啟這個兩倍數 我們剛剛的這個魔法師 剛剛不是穿了一身紙裝嗎? 整個傷害就爆表 好 我們接著挑戰 不知道為什麼 都沒有辦法升級到等級2 我們現在這個火鳥 過去直接秒 我們升到10級的血還是被打到快沒了 我們接著打吧 感覺前期就這樣子推啊 因為我剛剛點那個主城 它是說什麼打到什麼才開放 所以我們就盡量快點打 打到能夠開放 打到開放應該就可以開始抽卡了吧 不說耶 這個難度還蠻高的耶 我剛剛 好像我剛剛的 不是有那個 收入那個60個的英雄 碎片 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開 那我們先來領取一下這些獎勵吧 你看這個有300個寶石 這裡每日活躍獎勵 背包在這裡 那我們碎片不就可以合了嗎? 我們兌換成功 這是五星角色 然後呢這裡就是預先登陸的獎勵嘛 然後他說他 這個可能是他們做錯什麼事 然後我們就發送這個 2000個鑽石 應該算是蠻有誠意的吧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幫我們這個 英雄生一下等級 這個的話 感覺這兩個是差不多的 這個一個是四星的 是五星的耶 我們先把這個裝備脫下來 先給他裝 然後呢這個也裝 所以我們是可以上陣這兩隻的嗎 真的可以耶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湯姆塞在最中間 這樣他們才能夠打到最多的敵人 然後呢這個就隨便放 OK 我這個思路應該是沒錯的吧 那感覺他們都喜歡往斜對角放技能 還是說我們要下面一隻上面一隻 因為下面一隻上面一隻好了 那感覺比較 正常一點 對啊這樣一個斜對角過去應該是能夠打到最多的 對吧你看這就打到兩隻了 那等級7 我快要到一隻死了 現在是一隻死了 直接開始 這個還死 特權等級達到2啦 不是我們的等級達到2 要到2隻食物他才會開啟這個兩倍數的 我們這兩隻火鳥 把他們這個BOSS直接秒殺 所以我們開啟清風人喔 契約法陣 這個就是抽卡了吧 這個生命全員可以召喚指定的陣營英雄 這個遊戲有分這個陣營 主城的敵人已經被驅趕 我們可以回到主城來召喚英雄 高級召喚可以召喚3到5星的 直接免費 抽卡這應該是固定的角色吧 橘色的好像是5星喔 木仇之弩 戴安娜 剪角色 這裡是友情 這裡的話 4個卡幣出這個 他現在叫我們回到這個 點擊下一個地圖 幽暗洞穴 那叫我們繼續前進 這個 拖一關還可以再領這個鑽石 這個抽卡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再加上他那邊寄信也有送好幾千個鑽石 那我們現在就來抽抽看吧 七月法陣 然後呢 直接抽卡 我們現在有8本書嘛 這個好像 這樣還不能 那我們就直接抽 用寶石抽 然後 看看 五星 五星幾率多少 一隻五星 刺客 剛剛有什麼 遊俠 刺客 還有法師 他是把我們這些低星的都直接 還是重複的就直接召喚 還是這個只要有召喚就可以 然後又一隻五星的角色 牧師 牧師 死屍 一直在召喚 他是每次都會有一隻五星的是嗎 又是牧師耶 牧師好像是類似補師的角色是吧 我們都還沒抽到坦克 我們看一下 有這個嗎 這個是什麼 法師嗎 刺客啊 牧師 還有一個應該是這個坦克 戰士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幫我們這些升級到10級 或者是這個邪靈 然後我們的這個 遊俠 這樣我們的 這樣我們都只有這個耶 武師而已 都沒有什麼坦克 都沒有什麼坦克 才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試試看沒有坦克的去打會怎麼樣 我們把這兩隻 換下來 把這個刺客也換下來 我們讓我們刺客去打好了 是遊俠 然後這兩個法師嘛 然後這兩個法師嘛 或者是牧師 牧師的話要兩個嘛 我們把一個比較爛的這個 換下來 然後用牧師去坦克 這樣應該OK吧 來試試看 打打看 可以嗎 牧師還是挺坦的 牧師還可以補血 OK 目前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到後面問題就會出來 OK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ValerLegends Maternity的 序號禮貌分享 提示完就差不多 拍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